只像烟雨的海上 大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必然会出现一个 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 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 而愿意静悄悄地 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 现在开始 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 尽管它和我的职业 原是十分矛盾的 因为我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 必须宣扬自己的名字 和让自己抛头露面 不过 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 我也一贯拒绝 任何形式上的荣誉 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 一个头衔 或担任过某个协会的会长 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 理事 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 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 也是受罪 一想到要给某人制住酒瓷 我在说第一句话以前 是否拒绝 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不过既然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 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种内在自豪 我也就无法违抗 因为我之所以今天在内心还感到自由 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柴菜 应该归功于这种性格 我的母亲却是另一种出身 她出生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 娘家姓布雷陶尔 她诞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克纳 所以意大利语就像德语一样 她从小就会说 每当她和我的外祖母 或者同她的姐妹 说些不该让女佣们听懂的话时 她就改用意大利语 我从孩提时候 就已经熟悉意识会饭 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杨记 以及其他男士风味菜 所以我后来每当去意大利时 下车一时就有归家之感 不过我母亲一家并不是意大利人 而是一个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 最初开设银行的布雷陶尔家族 以犹太人大银行释迦为榜样 但规模自然要小得多 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 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 风散到世界各地 一部分迁到圣加伦 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 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 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 这种国际性的联系 使他们显得更加体面 视野更加宽广 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某种家族的骄傲 在这个家族里 不再有小商人 劝客 而只有银行家 经理 教授 律师 医生 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 我今天还清楚记得 在我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 他们是怎样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 换到另一种语言 这是一个十分关心自重的家族 每当叫穷的亲戚中 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了代诈之年 整个家族就为她筹措好一大笔 丰厚的价廉 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她低旧成婚 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 虽然备受尊敬 但是我母亲却从来不能容忍 把我父亲的亲戚和他的亲戚相提并论 尽管他和我父亲的结合 是非常美满的婚姻 这种以出生于上流家庭为荣的自豪 在所有性布雷陶尔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 当许多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为了表示他对我的特殊好感时 曾巨傲的这样说 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的后代呢 他的这句话 似乎是想说 你算是投胎对了 这也是一种贵族 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达的犹太人家族就是属于这样的贵族 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时代起 就对他们一会儿觉得有趣 一会儿觉得讨厌 我们老是听到这样的议论 这是一些高雅的人 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 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 看他是否出生于上流家庭 甚至对他的每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生 以及财产状况 都要详细调查 这种不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议论 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 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极其可笑和故作高雅 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差别 归根结底 也只不过是近五十代或一百年的事 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 先后从同一个犹太社区迁徙而来 你是风雨化作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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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